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杯子从屁股撬上来 这个角度小于90度 这个动物的头和那个杯子之间的角度小于90度跳起来了 小于90度或者等于90度 那是佛式的 所以这个是来源于希腊 它同种里面丢到莱登 而莱登呢 他们那个饮酒的方式呢 它是在动物的头 动物的头 这个杯子它是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窟窿 一个窟窿它得装上酒 大家敬酒 这个罗马开打大战 敬酒完了以后 他把那个底下 他把那个底下 他要喝酒的时候 把这个鞋子一把 这个杯子给它留下来 哎呀 中国人不习惯了 你那么一丢 跨了下来 脖子收起来 好像都是哦呀的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中国学习了太力以后 就把这个地方抖住了 抖住了 还是用这里的装酒 装酒要你把这个变成那个 变成这个 拿手提的一个把手 放在这儿 还是进去 请 请 喝一点 喝一点这碗文档 中国人比较文静 所以要说 要说骂那个隐瞒 我谈不谈不隐瞒 我们呢 我们是讲究 我们把你们 把你们的东西拿过来 改变以后 变得十分文静 究竟哪个隐瞒 究竟哪个隐瞒 所以 所以我们知识文字 骂一下 不带脏子 所以现在如果说 拿来说你们中国文化楼会隐瞒 开玩笑 我马上的狗血喷头 但是我一定脏子都不带 你那个隐瞒不隐瞒 你那个背醉下 你浑身都是 你隐瞒 你才不理他隐瞒 是不是 吹什么牛呢 他有些 有些他说 习服习服 我告诉你 我习服 习服不是你们西方的 我习服中国是那个 最下半人穿的 中国人这个上阵不穿习服 那个过去干马的 干骆驼的 那个是唐代 还唐代以前 那个南北朝队友 穿那个毛皮 那个羊皮大衣 一国 习服嘛 那个袋子 不是西服嘛 然后呢 他赶马绳嘛 坐在马车上 那个 马车上 一个套姜绳 一个柱子 对不对 套姜绳 柱子啊 他从马下来以后 一跨下来 这个就挂住了 挂住了 挂住了 哪一把剪刀一脚 西服插了 对不对 他这个 一进他社会以后 他把它做得整齐了 用毛料来做了 他是西服 实际上这个服装啊 是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中国啊 唐朝 唐朝以前的劳动人民的衣服 你捡我们的肉 你身体 你那么西服 西服 西服 这是中服 这是中国的服装 什么西服啊 只剩下来就叫叫 不跟你叫嘴儿就是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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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服装的代表 四个兜 那个 哎 过去 毛子式的服装 毛子式的服装 毛子服装 他是西方来的 那个玩意儿 那是印度 印度士兵的衣服 那印度 印度人 这个清了中国以后 顾了印度兵 那印度兵呢 他那个 穿着衣服 这个带个章 这个带个章 四个兜 一戴 那扛个枪的站岗 一大活着上去 那神中山呢 他是在 建立共和的时候 他那时候的衣服啊 去讨论 穿红旁马褂呢 他手旧 穿着西服呢 好像也不大接受 外面 外面你看 门口啊 那个站岗的士兵 你看他的衣服不错 他的衣服不错 给完了衣服去改 拿了 皮带一马 天生一龙 四个兜 穿着神中山 作为总共现代的礼服 所以啊 衣服啊 这个无所谓 这个民族服装啊 人都是暧昧的 你不要提出 这个是代表民族精神的 那个是代表西方资本主义 夫就这样 不见得 不见得 所以你经不起历史的推敲 你看他过去喊 万岁万岁 万岁是奴隶对奴隶主的称呼 喊万岁 那样的东西 不这么好东西 别喊多了 喊那么多干什么 没有用啊 那东西 所以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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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懂得一世文化的人啊 他不会要这个东西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 莱登就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把他们的那个 弄得买花的 多数的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东西现在变成一个 非常文明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气 那不是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卢大今生 既有对外来的文化不拒绝 而也吸收 提出了以后把它进行改造 改造呢 按照我们民族的习惯 我们民族的需要 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 把它中国化了 所以这东西一看 是从那个希腊来的 但是现在一看都知道 是常在中国的 所以我们把它赋予到民族文化的精神 把它进行的重新改造 所以我们的学习啊 对西方的学习啊 永远是这种 既学习又不照搬 既学习又改造 又重拾又发展 所以啊 敞开胸怀 让西方的东西进来 但是发展了民族的东西 我们那也走出去 所以大唐文化 大唐文化啊 就是三个特点 大唐文化 包括唐三财 就是它第一个特点 继承性 它继承了我们民族文化 传统的这个生活用具的 最优秀的造型 最优秀的线体完盘 它的继承性 它继承性 第二呢 是它的这个 吸收性 就是对外来的东西啊 不拒绝 它进行吸收 吸收了以后进行改造 让它把它中国化了 所以它是这个 吸收性 第三呢 是传播性 在中国大唐文化 传播世界 你看唐三财现在传播 到 传到日本 日本生产所那样的三财 传到朝鲜半岛 生产所的新罗三财 传到埃及 是埃及三财 所以这些啊 把这个 这个 中国的东北亚 东南亚 或西亚地区的这个 陶 又陶艺术 提高的一个心理水平 这是唐三财 三个性 继承性 传播性 吸收性 这个 这个 来征求理解唐三财的文化性质 这样呢 我看我们 各位朋友呢 你们买到唐三财以后啊 不单是想要赚钱 而是跟你们朋友讲讲唐三财的故事 我看那个 那个在精神上提高了很多 这个作为陶冶情操啊 那是更好 可以一个 有的时候在家里面 讲讲故事也挺不错的 不过 我家里跟外面不一样 家里不听 这是蝙蝠 这个蝙蝠有一种 那个 中亚地区的 博士文化 这是印权 这是这个印花印权 这样的 这是一个盘子 中间是刻花 刻花以后 你上台再上一个 上台再上台 这个唐三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比较厚 比较厚 但是拿起手感 手感比较轻 厚 厚 但是比较轻 你拿到的 像那么一个 现在做的这么做那么厚 它死成死成的 它死成死成的 所以这个 看来陶雍啊 看来唐三财那些 以后啊 以后啊 我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来跟大家讲一讲 唐代女赢的鉴定 唐代女儿 怎么鉴定她 唐代女儿现在 在欧美市场 跪得不对 那个 准备那一堂 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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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课的排队很难啊 你们这什么时间短 让我来讲 只有三天嘛 所以我还不能把别的 这些老师的确定都强 再好啊 再好一个 这个 这个倒一定是酒收最好 因为讲的 大家都把你听得烦疼了 老师一块 走吧你 那是麻烦啊 那麻烦 再往下看 这是杯子 这个酒杯 这个酒杯呢 往往也单独可以用 也是 往往是九个 或者七个一套 放在一个坛子上的 那么这是用蓝柴 这是用蓝柴做成的 蓝柴呢 它就是菇 那么这个如果是高温烧的的话 它就是唐山 就唐山 那不是就是青花 中国的青花呢 唐青花 就是唐朝凡 唐青花呢 在扬州发现 在拱县 拱县生产地发现 其他地方没有 它当时是 共扬州地区的 这个阿拉伯人 博士人呢 这些地方也喜欢 这个 这个 南利颜色啊 就是博士阿拉伯地区 他们喜欢 他们的土工矿 他们有一个叫 叫苏来曼山 苏来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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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箱花实际是象征性的花,很多种类影,这个是东东地区的,这个是寶箱花,铁上来以后再生意,使它流动,庆漫,这样子。 这是扬州,扬州队区的渔文背符,带子传起来,然后可以装紧,这完全是中国化的东西。 这是另外一个,带有个。 这是一个三石,甲山,这个太古石,这是甲山,这是庭院当中的一组,庭院当中的一组的一个。 用陶售艺术做出庭院的景色,唐山才是最长的。 这是一个冠,这是寶箱花,寶箱花是中阔性的,是印度佛教艺术上的花,佛教艺术。 这次也是,我们先看生活用趣,先看别的。 你看上面那个,这个莲花,还是能做出来的。 那我们啊,还有一些山才的片,希望我们大家看一看休息会儿,然后结果再看食物。 第一点呢,唐山才的这个台体啊,太白,太细。 它是用现代翅膀做的,它是用现代翅膀做的。 那么,它是用除木机啊,加工原料。 所以有些那个唐山才,呗得像石膏一样,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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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烧的很硬。 您大家知道,过去唐山才这个,这个,这个,烧成的温度啊, 它是这个,七倍多度到九倍多度,就比较好。 少数也能达到差不多一千度的样子 有个别的 在行鸟调查的时候 在行鸟的窑子里面看到有烧成磁器的 山菜有烧成磁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庞山菜的制作力反而就是磁土 但是它也是软磁 不是太高 比一般的高一点 它是用再生高领土做的 找不到古磁的韵味 它像石膏 像石膏一样 所以这个太北太西就是这个假的 但是现在这个太北太西 有一种它做出来以后它无法处理 它进行无法处理 它进行无法处理 它把它弄章 弄章它很简单 有名的它是用带油的布 它在里面查了露胎的骨 这是露胎的骨 唐山在底部里面都弄着它 那么它用这个油屋 它用这个插头字的布 那么它把它弄章 弄章了 弄章了以后呢 就感觉到有些不懂的古代艺术品规律的东西 就能相当 所以就对这是脏兮兮的 这是时间久了以后 实际上这是现代人工出的 你知道这个唐山采放 大家是唐山采放 唐山采放大多数是属于藏体 所以代表呢 一般它来的墨藏体 那么即便是一些生活用具 比如说在考古发挥西市和东市 在长安呢 发挥东市买区买 西市买安间 南市买配头 北市买长边 东市西市 那比如我们王附近海房 大的不对了 现在的长安城呢 这是唐代长安城的四分之一 唐代长安城的四分之一 唐代的长安城是108个房 人口100多万 但是非常非常地大 到了晚上没有什么 租出大街 就是现在我们的长安大街 那是宽的 购物县长安大街一样宽 所以那个长安非常地大 那么在挖区东市乞市的时候 挖区三十片 实际上拿到水满区买区 清洗干净 干干净净的 墨藏划着出来的 中文有一些鱼泥 墨藏的鱼泥都在上面 但是也还是很干净的 所以所以艺术品呢 都是干干净净的 无油污 无脏兮兮的东西 那就是现在人工污染的结果 是脏的 所以他都是整品的样子 我还有一个朋友 日本的黄金青熊 他是一个日本的教师 退休以后 一个月就二十万块钱 因为他的日政不好做 他经常到中国来 现在到中国来他就买一些东西回去 买东西回去呢 他卖了一个赚的钱 然后他再到中国来 他走的窑子走的一百五十多岁 但这个人现在就已经死了 他来的时候每次都要来找我 原来写建设信呢 到懒儿来前期 兄弟单位呢 照顾着 对日本人他非常友好 这个人一生呢 憲生云走的友好事业 他正在日本大国讲演 强调了一个中文有害 反对了日本清入中国 他的先备是日本队长 是参加了这个 这个抢八国联军 清入中国的一个后代 现在勇皇宫呢 那个勇皇宫有点 还是他家 但是呢 他呢 已经想把他拿回来 不过他的家族也很大 所以呢 他一直经常来 比中国比较友好 写的文章呢 一直战有中国 那么他也没钱 所以他买些东西回去 买些东西啊 没一次啊 没一次他来啊 他跟我见面的时候啊 他就是 因为到我们家呢 我们家不太愿意让外国 让外国 我们家不太愿意让外国 所以一般呢 就在他住的地方去 在他住的地方去啊 我就看着啊 他在等我的时候 他拿这个东西啊 他都往哪里上去 他哪里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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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 他用那个 脸部脊辱分泌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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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油污 包括脏东西 他来污染这个东西 他来污染这个东西 他买了中国的瓷器 他说他瓷器 拿我的油乎乎一看 真的 说了个大症 你说了个真的 他买了日本的寺院的湖上 因为日本的寺院是非常有钱的 装了钱也好 他再到中国来 在中国再买一点东西拿回去 然后他一般 他知道 中国的真东西不准带出去 那买假的 他有一定识别人意 他就买了一个 做的特别真 特别逼真的那种东西 他拿钱 要赚钱 我说 你这个 你这个万一变成 认错说认不错 当然你傻啊 认错 他没有认错 他没有认错 我说认不错就是 因为你脸 脸青 我说他说 他主要做点很好 你们中国有个作假 那是世界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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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时候 就气不上你讲了 讲得清楚了 今天可能时间可能还讲不完了 现在是几点 三点半 可以可以 三点半还可以 我以为是四点半 糟糕 慢慢讲 那么这个 你看这个 唐太太是干干净净的 他那个台体是法红的 不会法红 而是比较松的 那么假的呢 就是太北 太细 太印 找不到这个 北中泛红 北中泛黄 北中泛黄的一项 也找不到 唐代瓷器 唐代的山菜 的一条 生产的味道 而是 用假的 用优化处理 所以用乌化处理 所以油乎乎的 那么如果回去 用清洁剂一洗啊 或者用磕刀磕一下 那像石膏一样的白胎就没有钱 然后你怎么会弄到 结果你会买啊 你买这东西买三彩啊 你连在这上边里去啊 你不妨摆一想 刀后能夭掉的事 要是你拿到手上 拿到手上 拿到手上 就把东西打出来看了一下 你跟他说 你听我倒杯水 来看看他倒杯水 在露天中 哐的刮一下 如果他那个 像石膏一样白沙沙的 而且刮着感觉非常硬 那你就不要放回去 但当年他绝对了你刮 当年他说你给我审害了 所以你没办法 我们把那个笔布,听一下吧,放回来,对不起,我看另外一件,打个马虎眼就走,等台上诞。 这个还是一个建议,你看我们这个真的,这个还挺保衡的,干干净净的。 这个我在拱线看会的时候解释的,那个光亮,没有任何人为污染的痕迹,没有任何人为污染的痕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甲品,台北,台体系,它不上化妆土,一般呢,甲骨董不上化妆土,一般甲骨董,台体北,台体系,一般呢,不上化妆土。 但是呢,有个小桌房,在挖阳地区的小桌房,做的这个甲骨董啊,他们上化妆土。 不过他的化妆土,红土乱模一起,他没有规律。 那么,他已经磨得很厚,有的那个化妆土,还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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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所以,他后过不云,初类的制作啊,还是让人的容易失控。 那些唐三采的这个,上了化妆土呢,他是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做的比较好。 他为了,就是上右那个部分,上化妆土。 不上右那个部分,一般他不上化妆土。 所以,他就是先把化妆土上上来,拿上来。 但是呢,他在上这一段,有的时候,因为我盖住化妆土。 盖部的把化妆土不是百分之百的盖住,还流出一部分,流出这种北边出来。 那么,这个化妆土啊,就是比较细,比较匀,比较匀。 那么,跟那个磁器的这个胎,跟那个地方,就比较协调。 不是那个厚一块,薄一块,还流汤,还流汤,流出了在眼泪上的东西的,他没有这个现象。 那个,由那个现象,就现在就夹着,夹着化妆土。 这是,从化妆土上看真假,化妆土上看真假。 第三个呢,就是烧成工艺。 那么,几乎所有的家伙董,烧的唐山台,它的温度都是1200多到1300多的高温烧成,硬邦邦的,硬邦邦的。 拿手抠,抠不动,但是背得像石膏。 有点,有人觉得石膏都是软的,石膏是比较软的,但唐山台烧出来,外表看起来很像石膏。 不过,你拿手一抠一弹,硬邦邦的,硬邦邦的。 这个叫,这个真文物,真文物这个山台是750度到900度,那是950度之间,烧出来它不硬,给人一种软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家伙董一敲弯,声音很清脆,那么真品呢,声音清脆的哑若,真正的唐山台,调水的声音比较哑若, 那么,只有少数的,可能是摇的位置的关系,烧得比较硬,但是它很少。 但是它这个硬呢,也没有甲骨董那么硬,也没有甲骨董那么硬,也没有甲骨董那么硬。 所以,尤其是陶庸,甲骨董烧得非常的硬。 硬的什么叫做呢?就像新烧成的转瓦一样,用手扣不扣不动,用手扣不动,用手扣不动。 所以,从烧成工医上,看唐山者的真假,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一点呢,就是看唐山者的昨天,看他的细部,看他的细部。 这个人物,人物还没出来,人物现在还没出来,这样子。 这些,这是乾贵,唐朝的贵族家族都流行这样的乾贵。 那么,看唐山者的真假,看他的细部。 比如说,唐人呢,他们是喜欢蓝色出去的时候,那个就是一名钢,不啥巴。 他有铁,有钢,钢骨发的。所以,那个就是剪刀啊。 所以,有个人用铜做剪刀。 铜做剪刀,所以,铜做剪刀就剪成了什么困难。 还有,铁打的人用来做剪刀,他过来就生锈。 所以,像这种银,因为现在银要做的剪刀,就有。 所以,那个时候,人家对人就是铜做剪刀。 但是,他把他打进去葡萄,你卷起来。 叫葡萄,葡萄就是这样,在人的身上,在人的头上。 那么,这么一个人的形象。 那么,这个就叫做葡萄。 葡萄,它是头发,这个地方兜起来,一个脚,然后再上去,往后面。 然后呢,从后面的颈部,拴过来跟前面的脚,然后截起来,打个截子。 这个地方有一个截子,这个地方有一个,也是一个截子。 它是做的很细致。 做的很细致呢,唐朝的那个截子,有点复杂,有点不复杂,但是它多。 它多多少少,我们都看得到起来,它做的那个葡萄的截子。 这个是个细致。 但现在唐三才呢,他不行了。 他用那个,陶饭来做。 陶饭来做,陶饭来把他模子雕好了,因为他可以抠往里上。 陶饭来到那个头约上,开着葡萄约上,他在西部抠不出来。 它是一气合成,他一气,从头到后一直做的。 陶饭来分手做,头是单独做。 做完了以后,头是头,绳子是绳子,然后需要安静来,插进来,插进来,插进来。 插进来把它做,把它这个工作。 所以呢,他那个,陶饭来做的葡萄约上,他做的葡萄约要做的比较好。 但是现在,他有一个模子,他半过从南端一直雕下来,雕下来,掉身一条,然后半过一火,减脱。 他的后面,他就不注意了。 后面就光与溜达。 光与是他的手,沾点水,抹一下,抹一下,抹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就留下一个手抹的东西。 就没有这个,他的细部啊,就没有这个,头头的这个,砸的这个冰角。 他有一个后面的截止的这一线。 那么,唐上的整理呢,他是一定有这些的,假的就没有。 那么,一般来讲,现在的家伙就没有这个。 所以看他的细部,看他的细部就没有。 你看,这一件组品,这是一个唐代的一个假山。 上面还有飞鸟,还有一个,上面是徒布。 这种艺术品呢,就是唐代的宫廷。 唐代的宫廷呢,这说明呢,我们研究园林史的, 研究园林史的,就说明唐朝曾经有宫廷的原因。 而且园林呢,作为一种宫廷艺术。 作为宫廷艺术,这个是对的。 所以我们在南方地区,将来有些, 有些叫庭园建体,有些东西。 往往俗话过头, 说啊,这种这个假山啊,这种庭园的固体啊, 是我们苏州地区啊,什么怎么怎么开始,什么怎么开始。 其实他不了解,这种是唐朝地区。 唐朝的宫廷成岁艺术里面,就有这个假山, 假山石,这个徒布,这些庭园建设,庭园建设。 后果发生的最好,他最好是明清。 明清你看,江苏的卓振元啊,江苏的祖元啊, 还有北京的韶元啊,北京的韶元啊, 北京韶元就是北京大学, 正同等于就是、或有继续所谓, 承计 所以这些啊, bientôt…这个做的也是比较漂亮的。 这个是一个,这个…这个是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是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刮办做出来的,然后底下是金银器,这个做得非常好。 那么这个呢,在我那个接触过程当中呢,也接触到有这样的出现。 最后的出现就是,我从哪儿看出他的这个假来呢? 其实这些都不容易看出来,这些这刮办都不容易看出来, 开始某一看,还是真不容易看出来,就是从那个台一看出来。 而唐山彩的台,大家知道是北方高密度比较软,但是也比较崇敬。 虽然是比较加工不细嘛,但是它没有沙子,没有沙力。 这个啊,它第一眼爆出来的那个屏下,它里面有细细的沙力。 然后它比较硬,它的颜色是灰色的,颜色是灰色的,它不是微微发红,而非常的坚硬。 这个颇展被发现了以后,然后我再看它其他的颇展,就是这个瓜瓣。 这个瓜瓣啊,你看这个瓜瓣一个一个做得非常认真,非常认真,非常有劲。 它那个瓜瓣的边缴,它是那个瓜瓣开到模子上把它压出来的,把它压出来的。 所以它的瓜瓣一个一个,它们人就不分泌,人就不义。 这个它是仿的一个同气,就是同打的。 这个叫做,这个在当时的经营垂直。 啊,经营垂直。 啊,经营垂直的效果,啊,经营垂直的效果。 那么现在呢,它做这个出来的,它一样,不一样,它那个经营垂直的效果做得。 所以它从它随模子里,一压出来,压出来的话,这个里头的流线就比较模糊,这是第二个缺点。 第三个缺点呢,就是这个鱼。 你看这个鱼啊,是生降色,生降色是一种金虎金虎的颜色。 这个颜色非常正的,非常亮的,现在比较淡。 现在淡各色,各黄色的淡,淡淡的,就黄的成分比较多,但是红的成分少。 这个做工上呢,也不行。 在做工底下这个竹,它特别是这个竹,它是一刀一划一划,一丝不够的壳。 它这个底下比较模糊,它不知道它可以什么,可以成了几道弧线。 所以,这些东西来看来,就比较容易反而降。 这个当时也不贵,当时它有这么一种药价,想三千块钱。 不要再来三千块钱,如果淘价还价的话,我们两千多块钱来,就对了。 实际上,像这样的东西出现了,然后在香港文物市场上,被五六十万港币,甚至七八十万港币。 这是真正的,就是我看到的,我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看到的,这个是真正的。 这是在国外的一个,在日本的一个,这是另外一个,这是在一个日本的博物馆里面看到的这一种。 我们在中间找新方,这个博物馆非常地认真,非常地认真。 这个是,再往下。 老人问一下,它那个盘面上那些小白点是什么? 白点植钉,因为它上面还烧一点,让它再往回一下。 它这个植钉,上面它一个,它这个座子上面再烧一点,它充分力的空间。 这个植钉一下来。 好,它让我上。 我再跟它,再整一种这个。 刚才讲第五点,对不对? 刚才讲第五点。 第五点呢,就是看右,看右。 加固点呢,加固桶呢,它那个破坏最初出的表现,第一就是右臣薄, 右臣非常地薄,右臣流动性大, 右臣流动性大,而且呢,有的时候它流过底板了, 有的时候流过底板了,有的时候流到底上去了, 而且底上粘了一些渣子, 所以呢,它不漂亮,不干净,不例如。 这是加固桶的,这个在右啊, 右臣薄,流动性大,甚至流过了这个底板。 在底部,出现了凝聚的现象,会沾了一些沙子。 那么这些,这个都是加固桶的表现, 这是右的第一点。 这是第五点,这是第一小点。 第二点呢,就是右面呢,有刺眼的浮光。 看起来不柔和,生硬死板。 大家不舒服,没有那个流动感。 没有那个流动感。 再一个,再第三一点呢,就是凡事是交不懂。 凡事是交不懂吧。 我们啊,各位朋友,以后啊,你们遇到唐山采, 你把这个唐山采的时候, 一样,你们啊,就是把那个唐山采拿到手上啊, 拿到手上的细细摸一下,摸这个右面。 还有摸这个路胎的部分,摸一下。 凡事真的,它一般都比较温润, 它对手感都比较柔和。 凡事假的,那么,胎也胎也拿手,刺手的地方。 右有右的,拿手的地方。 就是,总之,有一种粗糙,拿手的感觉。 这是为什么? 因为,无论是胎体,还是右里面的那种, 这个,那些,这个,五指啊,没有经过磨绳, 没有经过重新改组,没有经过重新改组。 所以呢,它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呲呲啦啦,呲呲啦,呲呲啦啦的。 如果这个东西放上一两杯盐,放上一两杯盐以后, 它也会柔软。 但是,心烧出来的,它能一摸, 它就是,不是很温润的感觉。 总是一种,啊,刚烧出来的一种深的感觉。 你深的感觉就是拉手的感觉。 你怎么拉手的? 露台的部分呢,也有这个拉手的感觉。 那么,这一件呢,你看上了,上了化妆图, 上面上,这个用那个, 古兰画的鱼。 这是在这个瑞典,这个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 所以就说,瑞典呢,有一件唐青花, 有一件唐青花,一罐子,一罐子。 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唐青花, 但是呢,温度它的比较低一点。 这就是呢,它是那个又, 用唐三彩的又烧的, 它是,温度不够,温度差一点。 但是呢,有利于把它统计到是唐青花。 这个东西啊,如果说是唐三彩这件, 这件作品卖八四万的话, 如果它变成唐青花, 它将卖八百万。 因为它无以稀为贵, 因为一般它就无以稀为贵。 所以这件作品呢,在瑞士国家博物馆是非常宝贵的。 非常宝贵的。 他们,瑞典呢,还是感到不够好。 因为这个瑞典呢, 瑞典跟我们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比较早, 培养军法时期啊, 瑞典就正式了这个建立外交关系。 而且,几代人, 我在瑞典当中, 在整一个,一个背后上面, 这个现代不能体拔。 你看,简单,高雅。 这种高雅的, 高雅的体质, 在这上面表现起来,正式不重。 所以,所以日本人呢, 他们叫这个东西叫万年贯。 万年贯,就是,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什么叫万年贯? 有什么考证呢? 有什么考证呢? 他们那个, 兄弟叫把你们贯? 我说, 他说,没有, 没有什么, 我也说不出来。 但是我们就感觉着, 看一万年都不稀烦。 他就说,这个美啊, 美得到了已经无与辅家的地址。 你怎么欣赏怎么好看? 怎么欣赏怎么好看? 他说,不但是石油啊, 而且装饰的, 装饰, 他真正享受到那个公平艺术的, 公平艺术的, 高雅的气质。 这个公平艺术, 我们也应该怎么看? 这个, 在我们眼中呢, 就用这个公平的东西, 公平的东西, 公平的东西, 代表公平。 实际上, 你们要, 要看这个东西。 但是, 他那个统治阶级是同学的。 但是, 制作这个陶器的这个工人呢, 他还是生活的下层。 还有呢, 他那个皇帝啊, 在封建的时代, 他是最高的。 是带着他真龙天使嘛, 他那个地位还是自身的。 所以, 我这个万民、庶民、百姓呢, 见到皇帝啊, 还是已经油然起敬的。 就像我们现在, 打翻在地, 就踏上一只脚, 那他万事不能翻身, 永事不能翻身。 不是这样的。 他那个时候还是, 还是这个, 这个有那个, 人真之故意啊, 人真之故意啊, 所以, 那个时候跟他做东西, 还是要认真的。 这是一个。 另外啊, 他们身边的, 固定了好多有文化的文人。 雅舍, 学士, 也像李德, 他是在宫廷的一个学师。 那么这个, 北居易, 他成为平民试人, 但是他对着宫廷人就管理。 他是宫廷人在管理。 所以, 他们对艺术的欣赏啊, 品位上还是比较高的。 那再加上啊, 他的资金有保证。 他工人的地位啊, 他是从民间工匠选择最优秀的工匠上来的。 所以, 工廷艺术啊, 还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 制作工艺水平的最高水平。 制作最高水平。 所以, 我们中国啊, 现在就是有一点, 对于工廷艺术, 并没有很好研究。 对于工廷艺术, 并没有, 并没有很好研究。 我就感觉着, 工廷艺术还是自己很好的发挥。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 因为我在过宫里头, 我们大学毕业, 分别工作啊, 就在过宫。 过宫有一个规矩, 就是, 你没结婚, 你必须住在哪里。 你没结婚, 你必须住在房宫里面。 不准错了。 一到晚上, 九点, 他就关大门了。 所以那个时候, 像我们这些男士啊, 做那么麻烦, 想出来, 因为这个白天要上班, 晚上要出来, 要找对象来, 你还真是, 出不来呀。 所以呢, 他就, 他就, 这个关大里头。 关大里头呢, 还有呢, 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啊, 不是那个, 将军逮出来了, 把将军逮他们逮出来了, 私人帮粉碎了。 我们故宫办了一个大型展览, 就是, 叫做这个, 故宫, 这个, 公平, 西太后创权的展览。 那个创权的展览, 那个时候, 他就, 就让我来, 就让我来做, 让我来当那个总绍绍组的组长, 三十多岁。 他就说, 我说, 我怎么来做, 这是跟我们讲的预期的, 杨克达,杨天, 我是他手下的, 他是我们组人, 你来, 我说,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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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真正, 我就装到那个档案库里面去, 查这个档案, 我来, 请教的档案庄专家, 请教的档案庄专家, 什么呢, 什么呢, 后来, 我把档案庄的东西, 研究了, 我写出一大篇论文, 在《光明日报》上, 一整版登出来, 后来, 我就感觉到, 这个, 这个, 宫廷艺术, 宫廷艺术, 因为我把, 这个, 把, 宫廷里面的摆设, 宫廷皇帝的衣座, 他们当时的一个仪葬, 他们当时的礼制, 这些样的, 我都不能看, 特别就是他那个宫廷的斗争, 他那个斗争呢, 都不显露的, 都比较, 哎呦, 残骨到几点, 但是表面还, 还打车, 虚无到几点, 在这些艺术里头, 我看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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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秦朝, 因为他的左翼板凳, 他的这个衣服, 刺绣, 地毯, 他的这个陶瓷, 这当时, 这会上还是比较高了, 还比较高了, 所以, 还是值得很好的研究, 因为中国从秦始皇开始, 从秦始皇开始, 以前的战国不说吗, 从秦始皇开始, 这个, 两千多年来的这个宫廷, 这个宫廷的发展, 慢慢延续下来, 还复活是复活的, 所以那个, 就是看那个右, 看那个右, 有拉手的现象, 那么, 真品呢, 右手比较靓厚, 光泽敏润, 还细碎冰片, 大小相错, 很有层次, 右手摸呢, 真品是不拉手的, 片尾不显眼的, 像长林的翅膀一样, 可以起人们的注意, 那么, 唐三才啊, 牵很多, 流动, 轻慢, 中和很协调, 所以工匠们呢, 无拘无俗的, 在上面上流, 潇洒流淌都很随便, 因为工匠呢, 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 所以他们操作的时候很潇洒, 但是很有章法, 叫做随心所欲, 不于俱, 就孔子说的, 其实随心所欲, 不于俱, 在唐三才的制作, 就看似潇洒, 但是呢, 它是不于俱的, 它是有的, 所以说就是唐三才的开片, 唐三才呢, 大多数都开片, 但是由于潇洋造成温度比较低, 唐三才的片纹呢, 是不鲜眼的, 唐三才的片纹是不鲜眼的, 拉手去摸啊, 唐三才的片纹呢, 感觉不出来那个片纹的拉手的现象, 就是说, 它的片纹的裂口啊, 玻璃六层的裂口啊, 不是张执着的, 不是张执着的, 所以呢, 它比较寒心, 好像啊, 就像那个片纹没有冲破那个表面一样, 就好像没有冲破那个表面一样, 表面就摸在观光里, 不像摸在隔阳啊, 或者摸龙圈啊, 你开片纹, 摸在引人感觉, 它还点干, 感觉不到, 原来啊, 这个东西啊, 就不好说, 不好说, 我们的老师, 这个, 考学院的所长, 下所长跟我说, 跟我说唐三才, 他直接说, 你看看唐三才的裂口啊, 那个开片下面的成名字吧, 哦,对了, 我说是是是是, 我说那个, 一直没想着用这个词, 所以, 唐三才开片的裂口, 就好像在右的下面开片了, 那个右的破, 因为所谓的开片开片, 就又破裂了, 打碎了, 骗了, 开片了, 但是那个片纹啊, 开口好像不是张样子的, 那方大提下来看, 它不是裂的, 不是张样子的, 它是比较封闭的, 就是比较含虚, 还是比较含虚, 所以呢, 就像苍蝇之邦一样, 隐隐地, 在那个右蹄上出现, 不拉手, 不暴力, 不拉手, 不暴力, 这个就是唐三才的一个, 真正打碎的开片, 而假的三才开片呢, 假的唐三才呢, 很多是不开片, 很多不开片, 有的开片呢, 一开片, 一个大片, 从上面开到底下, 所以那个片围比较张扬, 比较大, 就像破玻璃渣子一样, 比较张扬, 而且片围比较大, 大片小片搅在一起, 不像唐三才那么含虚, 这是唐三才的一个片围, 在右下怎么样? 就是, 因为在右下这个啊, 这个只可以这么说, 但是说不通的, 因为凡是开片, 都是右的破裂, 右的破裂, 但是它开的比较含虚, 就是刚刚破一点, 它就不开了, 它不开了, 它好像是在右下面, 你要加个好像, 好像是在右下面, 因为手呢, 感觉不是很明显, 不是很明显, 有吗? 这么难得理解就比较, 那你比如说, 啊,它的右下开变, 那麻烦了, 人家说, 那你现在胡说八道, 不知道它开变什么东西, 开变就是破裂了, 开变就是破裂了, 破裂了, 还破裂了, 还在右下, 那怎么办? 你既然在右下面啊, 右下面你没有用了, 右下面没有, 你开什么片了, 那你这个就是, 那真正是, 开片了, 开片了, 那你就变成了, 本来是开片, 你不要变成了, 骗了, 你不要骗了, 你就是开片了, 你就是开片了, 它就是啊, 它就是, 不太暴力了, 当那个, 骗了那样, 不太, 那个, 不像一般的碎玻璃, 那样的, 那样的拉扯, 那时候感觉到不明显, 不明显, 好像, 你家一定要强调, 好像, 好像在右下面一样, 实际上不是在右下面, 这是因为啊, 前右, 当时前右的这个关系, 他前右的配方, 现在配方跟他不一样, 那么现在, 他那个, 唐山他大片, 大片跟小片, 搅在一起, 所以很明显, 还有呢, 唐山现在好多不开片, 他控制的比较好, 整个气务, 他不开片, 那么唐山的一般都很平, 那这是一个, 你看, 这是一个扶贫, 扶贫呢, 他把它改装了以后, 就是一个中国的, 中国人喜闻逻见的重小物,